其中人挥散 生死两茫茫 清朝康熙年间 扬州城里有个叫吴房玉的富商 与官人崔君脾气相投 常常你来我往 或下棋聊天或喝酒散心 感情十分浓厚 吴家有个女儿和崔家的儿子 不仅同年同月同日所生 而且名字中也都有同一个字 一个叫星娘 一个叫星哥 星哥星娘在海体之时 两小无猜 时常结伴玩爽 两家大人为了亲上加亲 又见两个孩子感情甚毒 便商量着定下了娃娃亲 崔家还给吴家送了一只金凤钗 以做聘礼 就在两个孩子快满七岁的时候 崔君突然奉命到外地做官 临行前 崔君和吴房玉约定了 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两家的亲事绝对不反悔 可谁知 花开花落 崔家一去十四个春秋 先前两三年还有书信往来 后来随着崔君官职的升迁 渐渐地阴信全无了 已长成二十一岁大姑娘的星娘 很是撕恋着心上人星哥 可是此时此刻 他却不知道 心上人在何方何地 常言道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星娘的母亲 见女儿已经老大不小了 崔家又一直不见阴信 心中暗自着急 便对吴房玉说 你看 女儿都这么大了 崔家那边 还没有一点消息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真让人着急啊 可吴房玉 却很平静地说道 你放心吧 我当年和崔兄 有过约定 约定约定 都十四年了 说不定 那星哥啊 已经娶妻生子了 要不然 怎么一点信都没有啊 再说了 新娘已长大 怎可死守前约 白师过妙龄时节呢 吴房玉不高兴地说 这如何使得 崔兄绝不是 背信弃义之人 我也绝不会 做对不起老朋友的事 吴夫人 见丈夫那边不好商量 便来到女儿房中 先把他们刚才那番话讲了 然后说道 孩子啊 娘没别的意思啊 你都这么大了 万一那星哥不来 岂不耽误我女儿终身吗 你爹是个老顽固 都十四年了 那边不见个阴信 依我看哪 这事儿 八成指望不上了 新娘 本来心里就一团乱麻 听娘这么一说 更是酸涩苦辣 一起涌上心头 不由长叹一声说道 唉 娘 您别说了 新哥他 说到这儿 忽悠画风一转 不管他来与不来 我生是他的人 死是他的鬼 爹说得对 婚约已定 怎能擅自赴以失信呢 吴夫人 见女儿也这么痴情守信 一时不好再说什么了 叹了一声道 唉 孩子呀 你既然如此说 也就有你了 只盼那星哥 能和你一样守约 早日来到 免得我们一家人 都苦等着呀 一番话 触动了新娘心思 忍不住泪如雨下 新娘虽然嘴里 这么回答着母亲 可是心里 却无时无刻 不再想着新哥 是不是出啥事了 是不是已另娶了 吴夫人见女儿 这个样子 又忙着劝慰了半天 新娘恐母亲 担心着急 只好暗自收累 这天晚上 新娘辗转难眠 便披衣下床 来到了窗前 痴痴地望着天中的 那轮圆月 心潮起伏 浮想连篇 慢慢地 她又浮在桌前 沉思遐想 忽然间 她听到 外面传来 游远而近的脚步声 抬头一看 竟是一位少年 只见那少年 左手牵着一个孩子 右手牵着一个女子 走起路来 飘飘若鲜 她不由问道 你们是何人 那少年 嬉嬉嬉地笑道 新娘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新歌呀 你看 我左手拉着的是 我的儿子 右手拥着的是 我的妻子 我是多么地快活呀 新娘细心一打量 果然 从少年的脸上 依稀变得出 当年的新歌模样来 忍不住 又哭又骂 你果然是新歌 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原来你夜走十四年 阴信全无 是早已变心 另娶了娇娘 还生了儿子 这不能全怪我呀 是我爹娘 给我另娶的呀 停了停 新歌又道 你也真傻 十四年没阴信 你还白等着干啥 咋不嫁人呢 你 你 新娘又气又恨 继而又笑道 是的 我真傻 我真傻 言霸傻笑一声 便一头撞在桌上 额头立时火辣辣地疼 新娘浑身一颤 睁开眼睛细看 原来刚才困倦 竟然服案 做了一场噩梦 想起梦中情景 不由地柔肠寸断 忍不住悲从中来 当下 以袖掩面 欲带痛哭 又恐被人听见 只得吞声引泪 次日天亮 丫鬟推门进来 只见新娘 仍合一坐在窗前 呆呆出神 不由吃了一惊 忙上前换道 大小姐 大小姐 连换几声 也不见新娘理睬 丫鬟心中着急 伸手去探她的额头 竟如火一般热 丫鬟顿时哭叫起来 忙奔到外面 抱于老爷夫人之道 吴夫人慌忙赶到房中 见此情景 又惊又急 赶紧和丫鬟一起 将新娘扶到床上 接着就大哭泣来道 哎呀 孩子 这都是为娘的害了你呀 你若有个好歹 我也跟你一起去了 吴房玉倒还沉得住气 他亲自去找到郎中 给新娘治病 可是 药吃了不少 仍不见好转 后见新娘 呆呆傻傻的样子 心中想 是不是中了邪 又去请巫婆来做法一通 还是个老样子 便知新娘害的是心病 心病要用心药来医 吃药做法 只是白折腾人才罢了 新娘有个妹妹 叫庆娘 年方十七岁 倒有些见识在凶 她劝新娘道 姐姐 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伤了身子 想必新哥哥那边 发生了什么意外 以致耽搁此事 姐姐 你要放宽心 好生调养 崔家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 庆娘陪着新娘 坐在床前 不住地拿好话来安慰姐姐 但新娘病已深沉 终究难以释怀 而崔家那边 仍然没有半点阴性过来 这期间 这期间新娘 每夜噩梦不断 老是见新歌另去 或者新歌给她写了修书 她时常从梦中哭醒 眼见得一天天地憔悴下去 无妨玉夫妇见求医求神无效 知识相思成疾 看在眼里 痛在心头 可是也无法相助 就这样 新娘的病是日重一日 挨到第三个月上 终于熬不住了